原本一開始會支持柯文哲 但是因為後面鬧太久 跟民調一樣會膩 會膩了之後就會覺得說 那如果台灣的手上交給這樣子 要拖那麼久的話 好像不是那麼好 然後賴清德政策也比較完整一點 哪裡有派對 街頭派對 今天是環島民調Part2前的最後一站 我們做了學生篇 最近有做一些各種不同族群性的嘛 那這次來到的是學生篇 分別有賴清德 柯文哲 侯友宜 那我們就來進入大學訪問50位學生吧 GOGO 明年一月沒有投票權 沒有 目前沒有 OK 有滿20嗎 沒有 大學還有一個點比較難做的是 因為大一剛進來是18歲 所以會有快要有一半的人是沒有投票權的 反正傳統的我不喜歡啦 OK 沒有什麼特別的 為什麼支持他 喜歡哪 藍白河那個紛爭 對他的看法有什麼改變嗎 呃 滿白痴的 那對另外兩組人有什麼看法 就左邊那個沒 兩個都沒什麼錯事啊 換一個人做看看 可以撕開嗎 你想投一半是不是 公平一點 阿最後為什麼全部都給他 最想給他 會不會去投票 看心情 絕對不可能是他啊 其實我就是這兩個在猶豫啊 是 稍微傾向 那就是問就是投科 為什麼問就是投科 可是他有點慘啊 他有點慘 對啊因為被搞 啊他他 但是投科是投科 但他還會傷 我覺得 因為他就是 想真的 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在台南的時候 他也是 沒什麼做事啊 他就是在他當市長期間 有比較 一些事情 可以拿出來講 例如什麼 發巨蛋 雖然還沒好 之類的 投科 拜拜 為什麼支持他們 感覺他比較 親臉吧 就是 因為他講話比較直接 就是 比較喜歡 這種講話直接的 他有沒有正機面相喜歡的 正機喔 他在台北市 我覺得他做的都還不錯 就是 各方面 不管是教育還是醫療上面 就是 感覺比較有腦袋 那對他副手的看法 我蠻喜歡這個 反正我覺得他有加分的作用 因為他講話很美式風格 就是不會有太多的拘束 相較於其他人 他講話比較不會那麼的官腔 這個 這個就是 完全就是 超爛的 他感覺就是 比較不會做 就是還沒有那種總統的感覺 趙紹康 就是他比較有總統的感覺 他感覺是 出來就是 適合選總統這樣 而且他沒有 再發表什麼言論這樣 他如果發表言論 他都是同樣的一句話 沒有很喜歡民進黨 就是 執政這八年來 沒有到很喜歡這樣 例如疫苗啊 或者是 蔡英文總統 他的做事風格 都沒有很喜歡這樣 但是他在台南也做的 就是蠻讚的 可是我覺得因為 還是要有新的人上去做做看 因為我覺得他們還是會大於他們 如果 那時候想說如果他沒有要選的話 那我就會投他 如果他跟他配 他當副的話 那我就要投他這樣 會不會去投票 會會會 明年一月會有嗎 也還沒有 那你要分享一下嗎 對他們的政見不太清楚 但我應該是賴清德吧 為什麼偏賴清德 因為聽說 賴清德的人 比較 不支持中國 因為我本身就是 對共產黨實在是 不是很喜歡 所以我可能會選擇賴清德 如果可以投的話 會不會去投票 會吧 會 會被拍到嗎 會 好 為什麼呢 因為 好像也沒有特別 為什麼 大家都投這個 對這個比較有認識 網路上 那會不會去投票 應該會 今天 生日快樂 謝謝 聊天室 生日快樂刷起來 謝謝謝謝 先挑來看你支持誰 支持誰喔 對 這個好 這個吧 OK 對 就比較喜歡他 他可能講的政策 比較吸引我 那會不會去投票呢 會 哪一位你喜歡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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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 對我喜歡 我喜歡 喔 因為中文 有沒有台灣的投票權 好 OK 這是哪一國語言 大家知道嗎 他可以突然蹦出中文 而且 好像蠻順的耶 有沒有蠻餓死的 有 為什麼是柯文哲 他光不會貪污就贏了 那有沒有其他政見喜歡 他兩岸的意識嗎 他比較偏彈性一點 他是情宗 可是他不情共 耐心得就是完全反共 然後 河友宜就是 情宗全共 以你身邊的朋友圈來說 有多支持誰比較多 柯文哲比較多 為什麼學生們會比較支持他 講話比較直接吧 比較不會觀想 欸我滿20了 但我都不會去投票 但是不會去投票 為什麼 欸 沒有因為我家離太遠 對然後剛好就是 現在比較忙 所以就 近幾年就是 要公投幹嘛 沒什麼時間可以回去 大家都有在看新聞 然後那些政見發表 應該也都有在看 其實就是 實事求是啦 我覺得 還是要 有真的在做 然後 有理有據的 我覺得 比較能夠讓人家覺得就是 可以相信他 那以這個年紀的很多會支持柯文哲 你對這點有什麼看法 每個人思考的立場都不一樣 就是看 大家都有自己的 邏輯跟思考方式 要講一下原因嗎 他有在做事 像什麼事 像巨蛋啊什麼 很明顯都可以看出 他有在做事 那對他的副手 吳欣穎有什麼看法 他不會經濟方面的東西 那找一個來補這樣子 不知道欸 真的是上任之後才會 看得出真的有沒有說到做到 很多都很會講啊 像 韓國瑜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中間的 好的 三對比起來 我覺得他講話 比較有邏輯 比較有條理一點 我覺得他在做事情方面 會想得比較遠 不會說短視盡力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學生 這個社會角色來看的話 我並不覺得 民進黨在過去這八年 對我 或是對我們學生裡面 有什麼比較有感的 讓這個台灣進步提升的感覺 國民黨的話 撇除掉黨派的話 我覺得他們派出來這兩個人 只會講話有點尖嘴喉塞的感覺 常常不是去什麼 台大啊 去哪裡有演講 講座 然後 趕著學生在問他問題 都答非所謂 不知道在回答什麼 如果連這種 學生簡單的問題 都回答得不好的話 我覺得以後在 質詢啊 或是開會上面 他可能都沒有辦法 回答得這麼好 柯文哲前陣子 藍白和草的那樣 你的看法是什麼 看法就是 我知道他就是一心 只想把民進黨拉下台 然後 不想要把其他選票 分在藍或是白 感覺合起來會 統一的選票 勝選機率大 藍跟白 理念本來就 不知道太合 感覺硬和的意義不大 他應該是自己有思考到說 就是到 未來之後 他們理念一定大相徑庭這樣子 所以趕快菜 其實也不是什麼壞事 那會去投票嗎 會會會 這三位知道他們是誰嗎 知道 我要聽在最中間 OK 投友宜 投一個最熟的 沒有他那時候 疫情的時候 做得不錯吧 我不知道我 對政治沒有很了解 就是同一個 比較常看到 在哪裡常看到他 各大平台 感覺就很常看到他 就覺得他們比較 好 我加勝率 沒有要開玩笑的 那會不會去投票呢 會啊 一定要投的 如果說我會投扣恩者 那你要再幫我選一張 我也是 那我投扣恩者 我們一群人最多 同一組人就是兩票 所以就接兩張就好 過去十幾年來啊 其實都是綠跟藍在執政嘛 其實我覺得要換換新口味 加上其實柯文哲 他其實 我說真的他自己做得還不錯 對吧 我們都是有目共睹的 像哪些 我也忘記了 欸 不錯但忘記 但是我自己認為 我覺得因為 畢竟你看你說綠嘛 綠最近又一堆事情 藍又搞內鬥 是 只是執政柯文哲 你會覺得比較清白的感覺 那他前陣子跟藍白也吵在一起 對啊他們最後也分開啦 對吧他最後也不是分開嘛 對不對 副手有什麼看法 呃其實我剛剛沒有很熟 我只知道柯文哲 有沒有滿20了 好 換你 不要吵架 不會不會 我覺得他醜女 我覺得很不好 哦 他說他醜女 蠻醜的 蠻醜的 哈哈哈哈 不是嘛 那為什麼還醜 他把女生講那麼爛 為什麼還醜的下去 誰誰他不是說他醜嗎 他醜女 哦 你以為是他 他說他醜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我沒有聽啊 現在小孩有在 再問這一次嗎 哦 確實 再確認一下會不會去投票 應該他要上班吧 哦應該要上班 啊你的話是會 為什麼是這一組 原本一開始會支持柯文哲 但是因為 後面鬧太久 跟民調一樣 會膩 對會膩了之後 就會覺得說 那如果台灣的手上交給這樣子 要拖那麼久的話 好像不是那麼好 然後蠻醜的政策也比較完整一點 像什麼政策想法 學費吧 雖然說跟我們沒有關係 對他是視力 視力補助那個 公立的沒有補助 公立的好像沒有 他有一些政治廣告很眨眼 所以他的副手 有什麼看法 是加分的嗎 沒有想法 你會不會去投票呢 會 會不會去投票 會 要講一下原因嗎 我沒有原因 為什麼投他 他很好笑 有沒有除了好笑以外的原因 我覺得他很正直 對他的副手認識 不認識 會不會去投票 會 那你的原因是什麼 他是不太分黨派 副手認識嗎 不太認識 那會不會去投票 會 投科吧 好的 為什麼會投他 我覺得就是 以藍綠 兩黨執政的情況下 感覺好像 以過往來看 老實講也沒那麼好 還不如想說 台灣是不如試試看 換一個人做做看試試看 能不能做更好的 要有新市議出來就對了 我覺得要第三市議出來才比較好 試試看 其實我也算台北市民 就是他很多事情在 像西區門護計畫 他很多都做的事情 我都有看 要是北門的拆遷 或是環南市場的改建等等 很多東西都做得還不錯 就是 算是口直心快一點 是沒錯 但是我覺得 有改變 就是沒改變好 畢竟我們要是實質 而不是一個 表面的一個政治家 這樣子 那你覺得他的副手是 加分還是減分 歐洲議會有許多的表現等等 然後 加上他前幾天 記者回事我覺得 是偏強勢的 因為有時候記者的問題是 偏向帶仇恨的概念 就是說 他想引導你問問題 然後 我覺得他的處理的方式 是有點激進 但是我覺得是蠻好的 為什麼是他 不知道就是想要是他 那你會去投票嗎 應該會 賴清德應該是這三個裡面最穩定的吧 因為侯友宜跟趙上翰看起來就是不太OK 可是柯文哲又有點太衝了 他又沒有政治的那種背景 雖然賴清德他們也沒有很好 可是他們是這三組裡面相對來說比較穩定的一個 沒有那種政治的背景還是怎麼樣 然後說話都不經過大腦 他就只是外表他的學歷是學霸沒有錯 可是他在政治方面的智商的話 就不一定是這樣 都不太認識 都不太認識 那你認識嗎 這三位 只知道柯文哲 是 那為什麼會投給他 就可能有知道他哪些地方很好嗎 還是印象票 印象 就有看過 有看過 你呢 台北市的市長 就是他當的蠻好的 為什麼有支持柯文哲 我比較喜歡他的政見 而且對於台灣比較蠻多的問題 他都有比較實際的解法 比較不像其他候選人的解法那麼空洞 甚至沒有 對 無欣盈的看法 無欣盈喔 他是加分還是扣分 老實說我覺得其實不加也不扣 可能第一個應該是知名度問題吧 因為知名度其實相較於沒有 其他兩位候選人的副手那麼的 有什麼能詳 但是我相信他 有足夠的能力 有他的國際觀 會不會去投票 會 為什麼是柯文哲 因為我覺得柯文哲在台北的政績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藍綠兩黨的話 因為長時間 輔佐台灣也沒有看到太大的成效 所以我會想說換個黨試試看 那你對他的副手有什麼看的 老實講在台灣沒有看過這個新面孔 因為其實另外兩個黨的副總統也 沒什麼新的政績 所以我覺得 還是要主要看總統是誰 那你會不會去投票 一定會 那你們講一下為什麼 就不知道選誰 然後想說選一個比較認識的 就對他比較有好感 就只是覺得他的形象我比較喜歡 我也是比較喜歡就是他的形象 然後可能看他的影片也是 都有回答到 客戶 那個民眾 民眾的需求 對就覺得他有回答到 我覺得很滿意 那會不會去投票 我會去 你會去嗎 會被家人帶去 會被迫帶去 對對對 有滿20沒錯 有 好那為什麼支持他 因為蕭美琴很帥 賴清德是目前覺得還不錯 另外兩位就是看了他們的記者會 就是有點不知道在幹嘛 比如說藍白河 對藍白河那天 那喜歡蕭美琴什麼 做的事情都是對台灣還不錯的 那另外兩位副手 你覺得是加分的還是扣分 扣分 都是扣分 都是扣分 怎麼說呢 趙孝康是之前做那個嘛 做節目的主持人 對 然後我就是覺得 我在副手找他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吳欣穎 感覺是柯文哲找不到副手 所以 隨便亂找的 那你會去投票嗎 會還是會啊 明年一月也沒有投票權 可以貼好玩喔 欸不行 那你可以分享 柯文哲 為什麼呢 政策對年輕人比較好 很討厭賴心得 然後 會友宜還好 就很喜歡 柯文哲 他講話啊 我覺得 還可以說服別人 然後我覺得蠻厲害的 為什麼是柯文哲 我覺得他做人比較正派一點 我覺得他 很有很大的機會 變下一種屬於 民眾黨他也成立的 那個 順敬年算成立而已 然後 但是其他兩個大黨 自己的基本 基本票 明年應該不太會選上 可是我還是會投他 訪談上都是持球對決 然後 相對於其他兩位 賴心者也不太會接受記者的訪問 那侯友宜的話 藍白河的那個 那個最後一個會談 他是帶著 馬英九跟 蘇利仁主席他們去上 他背後還是有一個擋 控制了他 他沒有自己的 那個主權 然後給柯文哲執政的話 可能會比較 雖然我覺得什麼 稅務可能會變高 但是 但是至少面對台灣的問題 什麼缺電缺工 缺彈 他自己也蠻多想法 就台客劇場 他有防問一個人 為什麼要投給民進黨 那個人說 他很現實的說 他好像 民進黨給他六千塊 那會去投票嗎 應該是會去投 可是投票那時候 下禮拜是期末卡 所以 但是如果 時間湊得出來的話 我還是會去投 比較想的 跟我比較想的 其他就是 看到一些比較負面的行為 那屈恩 你會不會去投票 會 可以講一下原因嗎 我就覺得很符合 年輕族群的一個想法吧 就是他一些政見方面 再來就是 推動就是 美國跟台灣這兩岸關係 就是不會就是 進出國來 就是只拘泥 就像過去國民黨那樣 就是一定要就是要中 就是可以多方面 跟各個國家進行交流 會不會去投票呢 基本上不會 講一下為什麼嗎 因為他在 因為我學預算 然後但是我覺得 他的預算觀念 金錢觀念還蠻有 比較實施的 比較有成果 像是他台北市還債 還了很多嘛 那你有學到統計學嗎 統計有學到 但是沒有很熟 沒有很熟 那你覺得你比較熟 還是他們比較熟 應該是我比他們熟 那你有覺得哪一方是對的嗎 我覺得沒有對或錯 只有當初在講的時候沒有溝通好 規則沒講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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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就是要規定好規則 對 不然又造成一下不必要的一些問題又出來 對對對 那會不會去投票 會 會 要講你的原因嗎 他就有在做事的其他都在講幹話 那會不會去投票 會啊 會啊 是學生或老師嗎 沒有在這邊上課的 喔來這邊上課的 喔來這邊上課的 了解 好 尷尬喔 OK 好的 當然是一樣的 好那一樣用 最多就取兩票 就是不要養群效應這樣 我是用刪去法 好那怎麼刪掉柯文哲 那個什麼 藍白整個看他們那個吵架 看得有點好笑 藍跟白哪一個比較好笑 還是差不多 嗯 郭董健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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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約在那個房間嗎 約在房間 邰青的感覺 他的政見 或者是他施政的方向 會比較有明確的目標 我覺得我也有點受到他們 就是那個鬧劇影響 所以就覺得 好像綠的目前是 看起來對國家未來比較有幫助的 原本是白的跟綠的啊 白的跟藍的就是要合不合的啊 就會讓人家覺得 不知道在幹嘛 對所以我就還是選偏綠的 那你們都會去投票嗎 我會 會 為什麼是他 講不太是原因 原因 對為什麼 嗯 不知道覺得他是年輕人偶像 那你覺得他是偶像有點是什麼 看網路上都會覺得說 以我自己來講他都沒講什麼話 然後他一直會被攻擊什麼的 是 但是他其實也有 但是就是好評數比較多啦 那你會不會去投票 應該會 我還在考慮 為什麼是柯文子 其實應該說我是 隨便投的主要是 還有一個方面是因為就是想說 換個政黨戲看看吧 台灣都還是在藍綠這兩個政黨上面 然後我就想說 換換看別的那個政黨 但是我先說我沒有任何的那個 黨派的那個 OK不用緊張 對對對 不好意思 會去投票嗎 應該會 對 也真的會投 應該還在考慮 應該還是會看一下他們未來的一些發展吧 因為 畢竟這個是對台灣算是一個蠻重要的 重要的決定 為什麼是他 蛤 他看起來比較厲害 是 那要分享對他副手的看法 我跟他不熟 好 那你會不會去投票 會 OK 感謝你 我們完成了在台中科技大學50票 賴清德 10票 柯文哲 36票 就是環島民調開始的時間了 所以大家就記得每天關注我們 每天都有環島民調給大家看 好 那這集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訂閱分享才看得到後續喔 掰掰